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夏季的时候去爬高人波旗航拍的故事 当然我并没有爬山啊 我只是爬他周边的山 就是说靠近高人波旗 然后来航拍 我当时考察的路线呢 是从高人波旗的南谱拍起来更有地势 容易拍到高人波旗的全貌 但是实际上也还是很困难的 还有一个问题 我爬的时候是夏季啊 呃天气很难测 现在是2019年7月11号 早上五点半 我在塔尔清 外面还天黑呢 呃我呢准备要爬山了 开始收拾东西 我呢爬山呢 这次就连着这一个包 呃这边是吃的一些零食 呃无人机在这个里面呢 是大江的玉二 这个比精灵小很多 还有一个登山拐杖 昨天买的三十块钱 然后就这些东西 我呢穿上 那个那个 呃雨衣 温温并不冷 嗯现在就准备出发了 现在是早上 五点 五点四十七 因为这没有电 还是暑电的 现在看天上是能看到星星 但是呃太阳升起来之后呢 可能就晕又起来了 我呢现在就抓紧时间 我骑摩托出发 我之所以一大早出发的原因呢 呃第一 就是为了不知道那个当天的爬 大概要多长时间 能赶走 别赶晚 然后如果晚就比较麻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从南坡那边走 那边有一个派出所 就是在塔尔秦镇那边 如果被拦住了 可能不让进山 我有这个担心 所以说我就早上就出发了 结果呢 我出来不久呢 那个路啊 上山的路上就发现一个人 然后因为他 那个是一点亮光没有 然后我经过的时候 我还挺吓我一跳 然后还是个女子 呃应该是一个游客 因为穿的衣服呢 肯定不是本地人 我呢走到前面之后呢 我想停下来带也带他 但是考虑到天太黑了 我停下来 可能又把人吓一跳怎么办呢 我就人痛割爱啊 我就走了 过不去了 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路 呃实在不行的话 就把车停到这边 呃现在是六点半 结果天上还是乌其麻黑 想不到这边天亮的太晚了 呃我现在把摩托车 起到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 这个位置的海拔是五千一百米 然后 呃 塔尔清 塔尔清是在这边 然后我呢是从这条路 呃骑摩托车 然后 然后到后面就特别难走 然后 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之后感觉到摩托车 再也过不去了 然后剩下的呢 我就呃可能会 嗯 走路上去 然后呢 这边是 圣洁的高人波及风 真的很好看 呃 他们转山的话 是从这条路过去 这边海拔大概是四千七 多 这边山脊上 这是山脊啊 山脊海拔大概是 呃 可能五千七 嗯 然后 天也快亮了 天也快亮了 然后 这边 摩托车真的是很难骑啊 天呢 基本快亮了 我的摩托车呢 就放在那个位置 现在看不到 嗯 然后 开始爬山了 早上七点 看天上 云层太多了 我以为啊 就是说 呃 之前我总结了一个规律 就是藏区 呃 晚上会晴天 呃 会看见星星 然后上午呢 基本上也晴天 下午多云 这是我之前总结的规律 规律 然而呢 钢尔波旗这边一大早就是乌云密布 来拍下我自己 拍下我自己 拍下我自己走一会儿的就歇 最近身体不行啊 团队我从来也没有身体好过哈哈 这边呢有很多啊 呃 马尼堆 就是石头 雷起来 这边 这个是一条小路啊 呃 有很多人走过 主要是当地上的 现在已经看到钢尔波旗了 就是云稳多啊 我继续走 现在经过几段平路 呃 能到钢尔波旗山脚下 这段平路呢 摩托车走起来没问题 但是前面有个坎 摩托车过不来 好在 呃 平路走起来不费力 主要还是爬山 费力 呃 我的海拔是五千一 我可能还要上升五百米 五百米可能要上升要两小时 我之前 有个自拍杆 也是登山照 然后放了拉萨来 这次又买了一个 钢尔波旗买的 踏尔旗买的 三十块钱 这个路上这个小花是非常的好看 拿探一探 歇来一会儿 继续走 我现在 呃 进度比较慢 因为天上乌云密布 然后我又困了 刚才躺地上躺一会儿 但是地上太潮湿 太凉 没有办法睡 我还得接着走 慢慢地走 跑在这条路上没有任何人 只有我自己 一个人的转山路 能够按照自己的进度来 不妙的是感觉到天阴的更严重了 早上看见天上云的还很薄 现在很厚 我在这个地方躺了很久 但睡不着 因为海拔太高了 接近五千山 有高帆 然后 现在比早上还冷 天气很奇怪 其实也不奇怪 海拔上升了嘛 然后那个脚那边呢 呃 露了一点阳光 县城 就是踏尔旗露出一点阳光 然后神山这边就是乌云太重了 然后 前景确实不太明朗了 然后我就边走边玩 边走边玩 然后呢 我发现呢 后面那个女子 她居然追上来了 呃 等到后面的那个人上来之后 呃 她告诉我 我们走的这个路线呢 是刚人波旗 内环线 然后能够看到 刚人波旗 南坡下面的十三塔 呃 这个呢 以前我根本没有做过攻略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为了航拍 然后呢 就结伴一块走 呃 但是她们的路线应该是在港人波旗上面 是吧 这个感觉就是在港人波旗的山下山脚下来的 因为这个是阴阶驼山 它跟港人波旗是相对的 哦哦 它就是在港人波旗的下面 应该差不多吧 那边应该是一个祸口吧 类似于 嗯 那叫是 叫做什么 阴基塔 什么塔 阴阶驼 这个山叫阴阶驼 对 阴阶驼山 那个塔叫什么塔 十三经塔 就是十三个是吧 对 哦 好嘞 走 那边是十三塔 走了很久 看着还很远 然后路边路看见一个小湖泊 现在天气呢 云层的简单了 一会儿航拍的话 应该问题不特别大 我决定先去那个十三塔去看一下 然后回来去这边 这条路呢 是内转的一条路 我本来是误打误撞走进了这条路 然后结果呢 路上遇到了一个 太远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就结伴走 那个山的祸口呢 可以转过去 也就是转山的路 但是我们可能不走那边了 这个路 最后的就难得是特别难走 走着走着我们看见了几个藏族的 好像一家人 看这边路 就这么难走 这就是雪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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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 我可以尝一点吗 可以尝 可以尝 它好吃吗 等会儿 我们一起下去的话 我们可以采 这个你采的好 这身体好 特别好的 这是什么 这个藏香 这个藏香 这刚入过去的特产 最特产的最有名的特产 你那也是同时来的地方 不是 以前还来的地方 我在这里 我推着这个地方来 哦 在这里 我转到以前走 那一家藏族人 他们已经到了那个金帆底下 然后可能要先向左 再向右到金帆 就上去了 真的是很难走 这个 这个转山路 太难了 这边是康人波旗 然后 中间的那个 沟槽吧 里面的雪 我呢 就不到那边去的 那边海拔大概是5800米 太高了 盛山啊盛山 当地藏人也是太厉害了 在那修经塔 简直是神呐 所以 他可能会在这里 哦 我看你 也可能会在那边 但我看你 也是太厉害了 我看你 是不是 十二 我看你 高仁波级下面的 像第一 但应该不是 很好玩而已 高人波骑士 一会儿出来 一会儿隐去 我们现在已经下山了 拜拜 圣山 结果往回走 天气就变了 就开始 打雷下雨 在返回的路上 那个徒步女子 她就走到前面去了 我呢 由于没有拍到 特别壮观的 高人波骑 我就有点懈怠 就是徒步 就有点不想走了 然后呢 我就在后面边走边玩 那个天上打雷下雨 越来越严重 那个打雷 就像在身边一样 特别特别危险 声音特别特别大 我想如果打雷的话 它是 首先会击中 就是在这个荒原上 特别凸起的 而物体 比如说你举的雨伞 这是非常倒霉的 肯定会拼命 就像我一样的 我一样的 还会拒绝 那又没有 的 我还会拒绝 这一天 就是 去 我还会拒绝 我就躺在一个石头下面 我是想如果打雷会劈石头的话 他也不会劈我 这是根据我的物理学的一些理念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徒步的女子她在前面 正经历着非常恐怖的雷电 那个雷电真的是太恐怖了 我的建议就是在野外 遇到打雷的天气 把金属物支起来 然后充当避雷针 然后人不要做导体剧 就是这样 然后你在楼边趴着 能够保险一点 这是我对雷电的理解 2019年呢 为了航拍西藏 我呢 徒步了很多地方 我之所以要徒步 是因为为了更好的航拍 因为航拍的话 只能飞500米高 电子 它的续航也有限 所以说为了更好的拍摄的话 很多时候都要徒步去靠近大山 西藏的山呢 都太高 太大的 我呢 其实身体并不怎么好 但是每次徒步之后呢 回想起来呢 都还是挺喜欢这个徒步的过程 接下来呢 我也会分享一下徒步 西夏宝宝 以及珠峰的一些故事 希望大家好续继续关注 谢谢大家